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明君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台北天母 吃排队油饭 宽木桶争主特选的官山原糯米 和古法制作的馅料 香气四溢 苗栗后宫八十年炸贵老店 料多实在的铜板架 新美式永和独特宫廷料理 招牌道口烧鸡 多达八道工序 乳后再手撕拌料 意犹未尽的滋味 曾经是慈禧太后的最爱 宜兰三星的葱油饼 阿婆的突发奇想 吃了葱油饼的始祖 宜兰近百年国夜西卤肉 炖煮软烂的大白菜 西腹虾子和香菇等精华 美味成了国宴菜 说到葱油饼 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台湾传统小吃之一 在宜兰三星乡 有一家葱油饼店 用的就是当地最出名的三星葱 而您知道吗 三星葱之所以好吃 就是因为它的葱白很长 纖维细嫩 所以口感又甜味又多汁 以前有个阿婆突发奇想 她把三星葱做成葱油饼 结果意外成了当地的美味 老板挖一个小三 你好 小三一份 我要小三 我也要一个 有没有听错光天花的直下 抢着要小三 因为小三比较好吃啊 不只抢还要吃 她到底是何方神圣 那里面有包那个培根 吃起来就满香的啊 脆脆 香香的这样子 真的很好吃 因为小三Q彈好吃 里面有包鲜肉那个培根肉 好吃 原来这是麻糬口味的葱油饼 里头放入一块块红红的培根 及爆多的三星葱 吃起来甜甜咸咸 取名小三则是老板娘林月琴的创意发想 那时候又电视一直在播小三小三 我就想到麻糬 会想这样做是因为民国一百零二年时 宜兰三西乡举办第一届葱油饼竞赛 当时老板杨志皇夫妻 就凭这个冲艺小三 拿下第一届三星葱油饼竞赛的冠军 但二十五年前 是母亲的坚持才有了这间店 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最方便的就是在地的农产品 然后想说做吃的 我们这边的葱 蛮方便拿的 而且那时候三星葱不出名 价钱也不贵 刚开始没有人游客来都不知道 当年只有母亲一人雇店 客人都称呼她为阿婆 三星葱也还没这么有名 一天卖不到两百块是常有的事 但她独具慧眼仍坚持使用 整个三星香是我们最早开始卖 那时候我们不叫三星葱油饼 还用一个木板 做一个招牌就放在摊楼前面 就这样很简陋啊 小店面没什么装潢 有的只是阿婆用心的坚持 采用三星极品葱 以传统工法现场制作 至今是第二代掌门人 其父林月勤 接手着繁琐工作 因为这边的气候的关系 所以种这个葱会比较香 葱白肠 很好吃 一篮一篮当天现彩的三星葱 头尾全部都要切掉 放入水槽里 葱洗干净再甩一甩 葱里面那个黏液 冬天的话它就像那个鼻涕这样黏黏的 所以要甩一下 问你做葱油饼的话 它没有甩干 它黏黏的 湿湿的 它会破坏它的品质 新鲜的 葱都很绿 它不会黄黄 像早期的时候你用手工的话 切了眼睛都受不了 一直流泪 切着大量的葱花 伴随而来的是辣根香 三星葱 葱白肠 之多 甜味浓 有一股独特浓郁的青葱香气 当年阿婆用着包进饼皮里 至今人是店内招牌 经过就会过来这边 一定就来他们家 对 都买什么 几乎都是传统葱油饼 就是有特别的那个香气在 对 而且三星的话 他们是盛产葱 三星香葱油饼的魅力 大到还被香工所列入香饼 也因为如此 当时周边竞争店家越来越多 生意一度做不下去 索性靠坚持及客人的口碑 才撑了下来 好吃的关键在这里 我们的饼皮里面有猪油 吃起来会比较酥脆 加了猪油的面团 多了股香气 再依序醒面 擀平 抹上一层薄薄的盐 再将三斤葱铺满整张面皮 满满的葱就像是不用钱四的 一直拼命塞 这样葱油饼才好吃啊 真的是不新成本 对啊 晚上偷把的 不用本钱的 光是看这葱的分量 完全印证了店面红布条上的标语 葱多很多 非常多 长条重的葱油面皮 最后再均分成一团一团 一旁帮忙的年轻人 就是夫妻俩的儿子杨宗毅 毕业后回家帮忙经营管理 一家人分工合作 只要五分钟就能煎出 香喷喷的葱油饼 他们的那个传统葱油饼 非常有名 我们今天买了十四个 这么多 就是亲同好友啊 大家都来啊 所以一定要买给他们吃 很多客人大楼约跑来 一买就是好几个 当年研衣卫生液越来越好 让阿婆的儿子 也是现在第二代掌门人杨志宏 决定辞掉工作回家 传承母亲的好手艺 却没想到 母亲在七年前生了怪病 他说那个手指头 他就不能伸开啊 他就只能这样圈去啊 那时候他也没想到为什么 他没办法自己走 他就开始坐在那边 让他坐后面他不要 他要坐在我们工作的后面那边 在那边看 那时候我看他一直在看店里面的 从总理解 我想说他身体都这样 他还放不下这个店 那时候我才有想说 不可能把这家店关掉 我可以对我妈有一个怔态 至少把他留给我的东西 不要说事业啦 就把他留给我的东西 我能够让他一直联系下去 一份坚持 一个美食的传承 一家人创新之余 也坚守着传统的用心 对杨志宏而言 这家店更是对母亲的情感寄托 只期盼有奇迹出现 妈妈身体好起来 能再次回到店里 看着他做葱油饼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卓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宜兰鸭赏世家第三代赖正宏 遵循百年古法 把腌制过的鸭肉炭烤两小时 才用白甘蔗延熏三小时 制作出赖家独门的独特风味鸭赏 从小他就跟在父亲身边学习 但他直到父亲离来后 才真正回家扛起胶牌 父亲临终前对古法制作的胶带 他也始终没敢忘记 把这家传的味道延续下去 拉开木门白烟不断慢出 阴云飘渺中 一字排开的鸭赏慢慢拨云渐日 熏成古铜色的肌肤 闪耀着金黄色泽 这是鸭赏世家第三代赖正宏 从小看到大的美丽风景 从阿公时代开始 赖正宏家的鸭赏都是按照 传统古法烟熏制作 纵然过程繁复又费时 这一份坚持从没变过 而古早味的关键 就在这一大片的白甘蔗园里 我们一次就是好几顿的料 他一个月浇个几次这样子 浇费了 只见赖正宏合作多年的老战友 迅速在邻里穿梭 一下子功夫 一支支高耸翠绿的甘蔗 就堆积在眼前 他来行的 他算得都很漂亮 这都很漂亮 吃三个月 还要拿出来 这个最粗的啦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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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吃好几个月 你看这个 挑小的 你要不要啃看看 你现在都啃 我吃起来太多了 你把它吃看 你把它吃看 这种吃都很甜 吃要吃好强壮喔 不 这个比红甘蔗 好啃是吗 好啃 好啃 很甜啊 很甜 红甘蔗 比较甜 比较甜 这个比较轻松 清口验证过的甘蔗品质挂保证 不过这用甘蔗来烟熏的手法 其实是六十多年前一个美丽的意外 甘蔗以前就是阿公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家家户都养鸭养鸡嘛 种甘蔗原啊 甘蔗 这个采回来之后剩下的那个干掉的啊 就当柴烧啊 烧一烧都烧出来那个鸭子有一种甘蔗香味 特别好吃 美味的鸭上得足足熏上三小时不能间断 这火候该怎么维持相当考验功力 赖正宏也是不断从做中学才有一番心得 我们第一层铺这个烤过的甘蔗不会 才不会熄火 是的我们再盖第二层盖到上面 再盖第二层的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点那个 砂糖比较容易不会熄火掉 它砂糖有助燃的 烤鸭上难就难在火况 得抓准时机补上新鲜甘蔗 不只高温难耐 赖正宏也总是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 叫我们教的时候嘛 烟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会流泪啊 就最早流泪美食 要做出赖正宏口中会流泪的美食 需要付出许多心血 很多店家在坚持古法这条路上 因此打了退堂鼓 然而尽管手工制作成本高 速度也赶不上机器 这位老店第三代 依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就是为了不负阿爸临终时的交代 客人吃的习惯 我们就是坚持了这个原因 不然 泡脚包 客人吃的不习惯 又不健康 爸爸教大下来就说 我们要坚持古法 不要有泡脚包的情况 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被绑住 在一次跟父亲大吵后 来正宏奋而离家 直到爸爸出了车祸住院 才在妈妈的苦口婆心劝说下 回家帮忙 没想到才刚接手 就因为自己的漫不经心 酿成大祸 有一次发生大火 没有过温度太高的话 油滴太快 滴到木炭上面 那清火的速度蛮快 有时候五分钟 整个厂房都烧掉了 損失了好几百万 多年辛苦全都复之一句 残痛教训想一记当头棒喝 他终于了解 做这一行就是要本本分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爸爸健康却亮起了红灯 一般那个等过来是很快的 就走了 他撑满久 他很担心到儿子 他一定会担心的 他是从没有到有 他以前是很简陋的一个工厂 从骑着野狼一二五这样子 跌鱼这样子过路 又起来起去 就吃头路这样子 一天两三趟这样子 然后骑到跌倒这样子 骨头摔坏掉 那很辛苦这样子 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事业 除了这熏这个关键步骤 要成就完美鸭赏并不容易 腌制一天的鸭肉 还得经过炭烤工序 如果想出落的平头整脸 还得先来个微整形 拉整一点 这样熏出来会比较漂亮 炭烤的过程中 它加热之后 它皮只会缩在一起 会比较像胖子蚊子 然后才一动胖子蚊子 它的经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它的表皮就成金黄色的 只是把它水分把它烤干 这边的肉会比较少 所以它干的会比较快 经过三个小时的炭烤 带点褐色的表皮 已经染上了一层炭香 但是要让每一片上色如此均匀 还得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 像夏天的时候 整个温度都一起上来 都受不了 油像这样子油滴下来 这样子动一动 油的温度低下来就很痛 距离把它调好 它不会重叠这样 那熏出来的表面会比较漂亮 痛苦才能换取的甜美滋味 赖正宏早已领略 尽管穿成三代的老店 隐身在崎岖巷巷内 每每开始熏压场的时候 远在千里外的韬客 都能温香而来 这边可以吃吃啊 吃盐味才吃得出来 我们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那银已经有满 这里是我所吃过鸭港最好吃的 秉持良心坚持古法 鸭场世家第三代 遵照父亲的遗愿 要让属于宜兰的好味道 继续飘香 着特别的 粉浓 着特别的 舒服 不感兴趣 感谢观看